今时财经 点时成精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2024国际消费电子展聚焦AI人工智能 在这个展会当中将近100家的中国汽车企业参展 总会说中国的车企弯道超车需要再发力 美国证教会批准了11只比特币现货ETF挂牌 但是强调不是对比特币的认可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刊登广告 呼吁选民在13号的投票要集中选票 台湾年轻人最关心的是民生和经济 尤其是他们的薪资收入 每年1月份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是观察全球消费电子趋势最重要的活动 2024 CES电子展9号在拉斯维加斯开幕 4天的活动预计会超过13万人来参会 今天的热点 今年的热点最大的热点就是AI 人工智能 还有跟人工智能有关的汽车 CES2024出现了汽车行业的新风向 也就是相比去年来说 今年的电动车热度减弱 但是AI有人工智能的汽车成为新的趋势 像是汽车自动化 智能化技术是CES的明星赛道之一 而AI智能座舱成为焦点 今年的四大主题是 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 移动科技 让人人享有的安全 科技巨头们包括了英伟达 英特尔超微 纷纷高调出厂 他们的新产品也印证了 媒体将这次展会的关键词 压注在了AI之上 这次参展的4000多家商家当中 中国的参展商超过了1100家 跟往年的展会比较起来 今年参加CES的中国企业当中 不仅仅是电子产品 有飞行车 智能手表 移动出行等参加领域也多种多样 但受到美国政府各种限制的 华为 小米 阿里巴巴 还有一些中国国企都没有露面 至于韩国有760家企业参展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是继中国跟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规模 日本今年只有70多家企业参与 除了索尼跟松下之外 大部分都是初创企业 这次中国汽车产业相关公司积极性很高 据说大约有90家中国汽车产业和出行技术的相关参展商 亮相这次的参会 民生证据的报告说 这次的展会上面展示了技术侧重在自动驾驶 智能座舱 智能出行等等 智能汽车作为下一代智能移动终端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渐明确 而奔驰也发布了全新MBOX虚拟助理 是基于MBOS操作系统 据说这个虚拟助理能够基于情境给出建议 跟用户进行对话 就在中国汽车相关产业 接近参与CS展览的时候 中国汽车协会公布了 去年中国汽车产销第一次突破了3000万辆 创下历史的新高记录 其中出口到高达了491万辆 有望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 中企写的数字显示 汽车出口491万辆的话 是按年增长58% 而中国汽车已经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汽车产业 作为一个总体产业来说 肯定是已经实现了万道超车 不光是数量3000万辆的产销量 还有出口491万辆 它是比去年同期增长50% 增加了一半 将近60% 对 所以它这个数是非常高的一个数 因为基数本身就很大了 而且是除了美国市场以外 就是基本上从发达的欧洲到南美洲 再到比较穷的非洲 还有西方孤立的俄罗斯 全面都出去了 因为国际的消费者也都看了性价比 但是更关键的就是下一步到底怎么办 因为在中国的新能源车 已经在全球取得领先以后 基本上全世界从这次的电子展来看 都是转向了智能系统 就包括自动驾驶 包括这个智能的座舱 那再往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些系统背后是谁在推呢 这就是这次消费展的看点 这个美国的这些大型的芯片公司也好 这些软件公司也好 当然中国这边华为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就出现一个非常蹊跷的现象 这个美国商务部那边限制中国企业用这个技术 用那个技术 但是面向一个全新的技术的时候 所有的企业都涌向中国这些公司来让他们来用 因为这个是未来可能用芯片也好 用其他的相关的技术用的最多的地方 所以我也很好奇 真的用上之后 美国是不是又开始给你卡脖子 说这个不能用 那个不能用 我会也提醒了这个关注 现在的汽车如果没有人工智能的相关的零件在里面的时候 可能就觉得这个汽车不是未来 那么现在不只是汽车需要AI相关的芯片 同时科技企业好像也要有人工智能才叫做科技企业 所以像是英伟达和代工的台积电 代工AI芯片台积电的业绩都非常的好 英伟达将会大量生产对中国的AI芯片 计划今年第二季度开始 他们会生产符合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的人工智能芯片叫做H20 但初期的出货量有限主要是满足大额订单企业的需求 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在美国收紧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之后 中国的企业界正在利用从个人电脑游戏产品改造而来的芯片 来开发人工智能报道引述两个工厂经理和熟悉情况的芯片买家说 在工厂和车间里每个月都有几千张英伟达NVIDIA的游戏显示卡 从核心组件上拆下来然后安装到新的电路板上面 他们引述行业专家说将原本设计用在消费类个人电脑主板 以改善游戏图像效果的显卡上的芯片改变用途 是解决中国高端处理器短缺问题的一个临时变通的办法 正受惠于AI芯片的需求上升 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 去年全年收入是2.2万亿元新台币 相当于706.8亿美元 虽然爱年下跌了4.5%还是创下历史第二高的记录 去年12月台积电的收入有1763亿新台币 大约是57亿美元 暗月跌14.4% 是6个月来的新地 暗年的话是跌8.4% 那么台积电预计今年会是健康成长的一年 所以今年业界认为台积电已经重返了成长健康成长的轨道 他们认为今年的主要营运动能包括了AI 还有高速运算也就是HPC 相关HPC相关的客户新品都会不断的再发出来 以及消费性的市场应用回温 但是来自于苹果超微跟英伟达三大客户稳定的需求之下 这个季度的营运还是在增长 不过会有挑战 包括了毛利率以及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挑战 AI人工智能决定着企业之间的竞争力 当然也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实力 有分析认为从未来10年看起来 AI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或者是影响度可能最高会高达1万亿美元 这个是来自于Cognizant Impact发布的研究报告说 这个在AI对美国经济未来10年影响达到1万亿美元的时候 在相关的过程当中大约有90%的工作岗位会受到影响 研究报告表示 生成式AI有可能提高运营效率 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创新产品跟服务 并且最终重新定义企业 这个经济研究模型推研究了美国经济发展的1万8000项任务 根据企业的采用率 未来10年 生成式AI可能将美国的生产率提高1.7%到3.5% 并且使美国年度GDP增长达到4770亿美元到1万亿美元之间 同时52%的工作会面临重大变化 但是1%的人可能会难以找到新的工作 正因为人工智能会造成失业等多重社会影响 来自于斯坦佛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国际政策主任 也是欧盟委员会特别顾问的沙克 在金融时报的文章说 是时候考虑征收人工智能税了 好 论对价值数十亿美元人工智能公司 有针对性的征税 他认为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些人工智能的公司越来越集中 国家越来越高 但是并没有汇集其他的人 也就是文章说并没有做到所谓的共同富裕 我们考虑到现在美国有一个动作是全球需要关注的 也就是虚拟资产这方面 而虚拟资产跟比特币当然不完全关系 但是跟比特币有关的ETF 现在获得了美国证交所批准 11只比特币现货ETF可以最快在星期四开始交易 这个事情要特别的关注 虽然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 美国证交会说 他们在X的社交媒体的账号被盗 导致了比特币的价格曾经大涨或大跌 但是相关的分析认为 比特币如果真的现货ETF能够挂牌的话 预计2024年吸金规模可能高达500亿到1000亿美元 并且实际持有43.7万到123万枚比特币 这是渣打银行外汇研究主管所做的一个分析 那么现在在1月11号 美国证交会终于在官网发布新闻稿说 他们批准了11只比特币现货ETF 授权这11只ETF在当地时间星期四 可以开始上市交易 比特币ETF申请由来已久 但一直市场认为货币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直到贝莱德在去年加入了申请之列 美国证交会主席根斯勒在新闻稿当中说 机构仍然对加密货币资产保持警惕 他说虽然今天批准了对某些比特币现货 ETF的上市和交易 但是没有批准或认可比特币 投资者应该对跟比特币和价值与加密货币 相关的产品存在的大量风险保持警惕 而比特币ETF的批准意味着 在ETF发行商之间的竞争当中 比特币市场将迎来更加激烈的竞争 我们看到日本股市在星期三的时候 已经升破了34,000点 创下34年来的新高之后 星期四又突破了35,000点之上 当然这跟日元也创下了几十年来的新地记录 是密切相关的 日本股市在从去年以来大幅度的上涨 今天更是涨到了35,000点之上 涨幅有1.77%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声势当中 关注的就是日元会不会有转势 有日元先生之称的日本前财务官 沈云英姿就表示 因应日本央行可能退出负利率 美国可能会减息 在日美利差收窄之下 预估今年日元兑美元会展升 可能达到130美元的水平 估计日本央行今年夏天 可能会撤销负利率 而另外一位日本有关的官员就说 也是日本央行的前委员英景珍就说 三月份日本的企业薪资谈判之后 四月份是最有可能加息的时机 预计日本央行在三到四年之间 会缓慢加息到0.5% 这些猜测会不会真的日元开始转向呢 今天日元还是跌到了145以下 美元会价在102的水平 下期会来观看祝强的消息 谢谢我们到时候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欢迎回到青石财经 1月13号台湾大选投票日 1号柯文哲 2号赖清德 3号侯友谊 随着在台湾有关于民生和经济 各个议题的攻防和发酵 现在很难说绿赢一定赢 白赢的柯文哲也在声势上党当中 而蓝赢的国民党感到了焦虑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在11号就在报纸刊登广告 呼吁选民集中选票让政党轮替 台湾大选倒数 马英九在台湾的平面媒体 联合报还有中国时报各刊登半版广告 这个署名马英九刊登的竞选广告内容是 台湾人要和平要繁荣 不要变成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那么在当中集中选票这四个字 是蓝色的大型的字体 署名马英九 这是出资者广告主马英九代表的是他自己出资做广告的 另外马英九的前副首相万长10号也在各大报刊的头版 刊登全版广告 马英九星期一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相关报道在10号刊出 谈到了一旦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 因为民进党都有台独信念 对北京是最大的竞技 他认为缓和两岸紧张局势需要用和平方式对话 而不是着重武力备战 就两岸关系来说必须要相信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谈到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马英九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理解习近平希望看到两岸统一 但统一问题必须先以和平方式进行 其次是以民主方式进行 如果不行的话 台湾人不会接受 北京要想清楚 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民众党的候选人柯文哲在星期三晚上表示 现阶段两岸不可能统一也不可能独立 主要是双方不要碰触到彼此的底线 国民党的候选人毫无有意重申 反对一国两制 不会对大陆有不切实的想法 这些都是他们在大选之前 对选民说出的话 而选民关注这些 从目前的情况看起来 其实很多政党打的所谓的抗中牌 已经不太有作用了 联案议题也吵不起来 年轻人更关心的是经济跟民生的问题 特别是低薪高楼价等窃身的议题 这次台湾年轻选民人数 大约是600万人 占全体选民三成 蓝绿白三党纷纷提出了有关 教育房屋和劳工等等的证件 统计显示在去年 2022年台湾的月薪中位数 是新台币4.3万元 相当于1.08万港元 在亚洲四小龙是排名最后的 这个是月薪的平均中位数 如果说以现在最低工资来说 是不到3万块台币的 所以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通胀高房价 然后月薪的每个月的租金也很高 所以月薪这样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真正有未来的 而国台办就批评说 如果赖清德当选的话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 是相当具有危险的 赖清德所谓的他当选 有助于亚太地区创造新局 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兵华说 这个新局是台海风高浪急的危局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刘建超继续在美国访问 他在华盛顿会见了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分纳 他阐述了中方在台湾还有在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一直向中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但是对于台湾的影响力仍然 比如说还在向台湾出售武器 对此大家都很关注 金融时报谈到了 在台湾大选之后 拜登政府会派遣所谓的代表团到台湾访问 如果真的这样有代表团出现 将会飞比寻常 因为可能会使得美中两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努力复杂化 他们也是无谓了解这个计划的人士透露 白宫已经委任前民主党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跟前共和党国安顾问哈德利 率领这个两党代表团在台湾选后到台湾 而美国众院议长约翰逊9号会见新上任的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之后 美国白宫在10号表示 总统拜登还没有会见于大雷 如果有相关的会晤 白宫会对外公布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发言人 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向俄罗斯媒体表示 美国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刘鹏宇强调 美国必须要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不以任何形式干涉台湾地区的选举 并且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的官方接触 中国现在继续对外表示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双向的开放 包括资本市场的改革等等的重要性 来看记得新闻 国务员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行 他表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并且说中国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双向开放 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度 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到中国来展业新业 另外中二民航行长潘弓胜在星期三会见来访的美国前财长 哈佛大学荣誉校长萨莫斯还主持了全球经济与智障 回顾与展望的学术讲座 萨莫斯发表了主题演讲 回答了人行国家外资局等参会人员的关于全球经济形势 美国经济前景跟中国经济转型等方面问题 但是媒体没有更多的报道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陈吉林也会见了瑞士的瑞英集团董事局主席戴赫龙 欢迎帕恩继续到中国和上海来发展 还有意大利的中立保险将会全资拥有 他们在中国的财产和意外显得业务 中立保险在跟中油资本达成协议之后 将全资拥有他们在中国的财产跟意外显得业务 中立保险表示这笔交易将有助于他们在这个全球保费规模 第二大的一般保险市场实现增长 其实白资企业还是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 我们其实看在这组新闻当中 它都是跟金融领域有直接的关系 我想是无论是证监会也好 还有上海那边还有人民银行 还有主管金融的何立峰副总理 建的这些都是外国的比较大型的 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的相关人士 这里面就凸显出在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中国总体的金融市场 一方面是要深化改革 另外一方面要进一步的和外方进行一个双向开放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其实现在它在实体经济方面是比较强的 但是在金融的很多领域 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它是没有教科书能够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包括我们看到像中原经济工作会议就谈到了 现在是要重视这个社会社融总量 社会融资的总量和货币的增长数量 与经济增长以及通胀的这个数量来进行挂钩 你看看那个经济学教科书 哪个地方说的这个社会融资总量 基本都是那个monetary policy 都是货币的增长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但是另外一块就是中国的金融业 它确实它从比如说像资本市场30年前开始有 它是比较弱的 而且全世界的资本市场 大部分都是被美国的资本市场 美国的资本市场给吸过去了 现在像日本它涨到3万5 它是经过了30年反反复复的增长 这个代价多痛苦啊 还有呢印度现在涨上来 但是大家都知道印度那东西是虚的 是炒作的 我们看到越南它的实体方面 虽然美国在拉它弄出口啊什么有安外包 但是越南的股市啊房地产也好 其实最近正在遭遇一个寒流 谢谢文辉 还有一个消息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推出五项措施 进步便利外籍人员到中国来 也是疫情恢复之后 经济慢慢恢复正常 有更多的这个外国人欢迎他们到中国来 文辉最后谈谈的是台湾的大选方面 关心经济和民生 台湾年轻选民投票的取向非常的重要 台湾是星期六就要进行这个选举 我们其实看到这次呢 有年轻的选民是六百万人 具有投票权 百分之三十 他们关心什么 他们其实呢 回归到现在就是还是关心经济和民生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 不同的互选人都达出了不同的这个证件 比如说买房子 他的贷款问题 上学 他的这个学贷的问题 有点像那个美国那边民主党 他搞的 比如说这个民主党说 这个学生在大学里边的贷款 可以怎么减少 战事延期还归还 对 然后呢 怎么免啊 这些东西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这个效果就不是很好 所以还得回到 就是台湾现在的经济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说起台湾经济的时候 如果说看西方媒体 都觉得台湾经济非常好 但是现在的数据是很残酷的 就是在四小龙当中 台湾的月薪 平均月薪是最低的 他只有香港的一半 或者说是差不多是新加坡的 接近三分之 就三分之一多一点 他比韩国也要低了 当然我们知道 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的物价 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 物价便宜和这个薪资比较低 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所以呢就是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 他们更关心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在西方人民当中 说台湾非常重要 它只是极个别的产业 甚至说是个别的企业 说白的就是台积电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台积电它其实在2023年的营收 是比前一年有下降 但是你看这个媒体报道 就是报道它是有史以来的次高 就是第二高 它不去报道那个它比去年下降 如果说我们说换过来 是一家中国大陆这边的企业 那西方媒体一定说 这个不行了 已经掉下来了 所以它这个是有偏差的 当然就是台积电本身 它确实是很厉害 而且它的雇员工资和待遇都很好 但是它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 从台积电现在推动的 国际化的步伐来看 最快的日本的工厂 已经是马上就要投产了 应该是过完新年之后就要投产 而且在美国那边也好 在德国那边也好 就慢慢的这个开始分散出去了 所以台积电它也不可能以后 去拉动台湾的这个经济 这样就回到了 在这个三年来这个疫情当中 你看西方媒体在描绘台湾的时候 都把台湾的经济描绘得非常好 但是我们实际透过 现在年轻人关心的事情来看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收入在四小龙当中是 是排在后边的 然后它这个经济的动能 大家以后去干什么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台湾 你会发现在那个宾馆里边的 这个服务生 他其实都是大学毕业的 都非常有礼貌 说话也非常细声细气的 但是总的来说 它和我们从西方媒体看到的 对台湾经济的动能的描述 实际情况是两回事 所以现在的投票也很蹊跷 就是这批年轻人 他们可能是喜欢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 他在民调当中又是垫底的 这样就出现了三个候选人 都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虽然蓝星德还在领先 现在很重要的问题是 台湾的民调 是不是真的真实的值得参考的 这是目前这两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